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我想来聊一个很常见的困惑 就是,很多人都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 或者说,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在我收到的各种问题中,这类问题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那么今天我就想系统地聊一聊我对这类问题的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期视频并非仅从狭义的心理学视角去讨论人的价值 而是融合了我的经历,以及我对历史和哲学的思考 所以,这会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回答 那么在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 感到无价值和感到虚无是不一样的 这两者虽然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但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 因为感到自己没有价值的人,未必会感到虚无 虚无指的是人对自己生活的方向产生动摇和怀疑 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信仰什么 而无价值感,则指的是自己在某个价值序列中位于下游 因而总是感到自己在被外界贬低,否定,评判和比较 进而全面地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 每个人看中的价值序列是不同的 比如,有人是因为外貌而自卑 有人因为智力而自卑 有人看中财富,学历等等 这通常取决于每个人所处环境中重要他人的意见 以及某些创伤事件 比如说你的父母经常评判你的外貌 那么你可能在这方面就非常的焦虑 在上学时,由于考试成绩不好 被老师羞辱 你的自信心可能就崩溃了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陷入到人际比较中 如果这种比较带有明显的优劣之分 等级之分,高下之分 并且扮议某种惩罚时 那么人就容易陷入无价值感 进而怀疑自己本身就没有价值 失去了改变的希望和动力 虽然无价值感是一种任何人都可能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受 但在中国,这种无价值感要格外严重和普遍 因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 总是倾向于将人纳入到很有限的几个维度之中 从而便于比较和分出高下 这当然有历史上的原因 在5月17日讲地理环境缺陷的那期视频里 我们就说到 早在上古时期 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化方向 就体现在给人与人之间制定更加严密的等级身份 从而确保利益的有序分配 2000年的中国历史 也基本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 权力不仅要垄断经济利益 利出一孔 还要在思想文化上打造单一的价值观 因为多元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 必然会增加每个人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更可能使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价值 而维持单一的评价体系 则大多数人在这个评价体系中都是失败者 变得更加自卑 但也会更加在意上级的赏赐和提拔 变得更好管理 商君书讲的辱则贵决 弱则尊观贫则重赏 就是这个道理 在当代中国 这种对人的价值感的剥夺 也是无处不在的 比如 很多中国人 在童年都有一个被父母拿来 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的经历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往往不止一个人 但只要任何一个方面比自己强 都会成为父母打压自己的话题 父母是个体与世界链接的第一个纽带 因此 很多人的无价值感 首先是从和父母的关系中习得的 他会感到 自己的价值总是浮动的 不稳定的 自己必须格外的努力 拼命的学习 工作 变得非常优秀 当然是在世俗意义上的优秀 才能换来父母那充满不确定性的夸奖和鼓励 从而感到一种暂时的价值感 对无价值感的恐惧太过强烈 使得很多人终其一生 都在等待父母夸奖自己 大多数人的青少年时期 都是在学校度过的 而中国的学校 也是一个剥夺内在价值感的场所 我们在之前的那期 讲社交恐惧的视频里也提到过 学校通过考试 排名 以及公开的讲成机制 周期性的制造等级差距 使每一个人的内在价值 被完全地剥夺 个体的价值 仅仅体现在外在的考试成绩 这种人的价值 只能来自外部现实的观念 逐渐在内心深处扎根 当一个人长期地被剥夺内在价值感后 他就会完全地以外部标准来定义自我 即使他远离了父母 走出了学校后 发现不再有一个明显的 强有力的指标 去衡量所有人时 他反而会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指标 新的排位机制 来确定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鄙视链 和攀比引发的焦虑 比收入 比职位 比婚礼 比孩子的成绩等等 人很难去抵御和反思这种外部标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侵入 因为除了这些标准 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定义自己的东西 说到这里 有人可能会问了 如果你否定这种定义 那么人的价值应当建立在何处呢 因为表面上看 这种由外界定义的价值论是很有逻辑的 比如有人会说 人与人在价值上就是不平等的 一个特别富有的人 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他们的价值就是不一样的 一个聪明的人 就是比一个愚蠢的人更有价值 既然现实里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异的 那么总是有人相对来说是比较没价值的 而有人要更有价值一些 这种说法似乎有说服力 然而也是一个思维的陷阱 关于这一点 我想先来讲一个亲身经历 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 曾经给一个初三学生讲数学题 他的数学很差 差到连二倍根号三的平方都不会算 这是初中一年级的知识 而且在和他对话的过程中 我发现我和他很难沟通 他经常很沉默 我问他一些简单的是非问题 他总是要想很长一会儿 才点下头或者摇头 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他往往就回答一句 不知道不清楚没想过 看他写作业 我经常会有一种着急感 因为他总是犹豫很久才动笔 而且最后写出来的一般都是错的 我很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他都不会 甚至怀疑他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 后来我观察了他和他妈妈的对话方式 就有点明白了 他妈妈习惯性地训斥他 并且每次训斥都会持续几十分钟 在这段时间里 他妈妈喜欢从头说到尾 没有给他任何还嘴或回话的机会 所以他在这段时间里是完全沉默的 有时候他妈妈还会痛哭流涕 内容大概就是你要是不努力 我将来可怎么办 于是他似乎在这种和母亲的互动交流中 渐渐发展出了一种应对策略 完全地让自己的内心不在场 不听不看 不想面前的人在说什么 反正说的都是让自己很痛苦的话 用最低成本的方式来回应对方 以维持表面的和谐 只要坚持到对方说够了不说了就胜利了 所以打难以后 我在观察他的作业 就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例如他总是精准地做错很多数学题 通常来说 如果一个人不懂原理 而纯粹靠懵的话 那么他应该是一会答对一会答错的 但他几乎每次都错 这很难用不懂来解释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纠结和抗拒 那就是他潜意识里并不想答对 因为他分不清楚做题 上学和考试 究竟是出于妈妈的期待 还是自己的期待 但做错题目 必然不是出自妈妈的期待 人往往会选择那个 能够维持心理系统运行成本最低的策略 如果做对题目 就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辨认我的行为 究竟是出于母亲的意志 还是自己的意志 这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如果做错 虽然会挨母亲的骂 但至少可以确保 自己的行动是独立的 自主的 当然 他自己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点 但这种现象 在很多人身上都有体现 比如有些人生活过得很糟糕 不停地犯错 或者搞砸一些事情 表面上是出于无意 或者说失误 但其实是有主观原因的 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消极的反抗 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后来 我就感到 单纯地聊数学题 是很浪费时间的 因为数学题 已经和那种训斥的声音 绑定在一起了 我想要找一个突破口 于是我问了他很多的生活细节 包括喜欢去哪玩 都有什么朋友之类的 我终于发现他喜欢枪 说到枪的时候 他明显改变了原先那种 面无表情的状态 他开始越说越多 越说越细 还比划起来 然后我跟他讲 这个枪托和枪身之间的比例关系 以及菲伯纳气数列等等 和战争有关的数学 他明显比原来有兴趣多了 没有像刚开始那么恐惧更好了 我终于感觉到 他是一个有活力 有情绪的人了 当然 我并不指望通过这种方法 来提高他的成绩 因为他只是在这样一个 特定场景下才如此 等他回到自己家里或者学校 又会变得和原来一样 但通过这件事 我确实发现了 他的那种迟钝 并不是本质性的 如果仅仅从现象来看 我们会很容易判断 他的智力 可能和小学生一样 但如果我们对这种现象深入思考 就能发现他这种迟钝 其实是一种抗拒 而这种抗拒背后 其实正是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 在这个意义上 人性都是一致的 所以 人拥有内在的价值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高于现实 超越现实的信念 带着这种信念 去看待自己和他人 现实才更可能朝着这种信念去发展 正如一个婴儿刚出生后 什么都不会做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他没有什么价值 但人们会把婴儿视为 有着丰富潜力的生命 去信任和关爱他 结果这个婴儿长大后 也更可能成为一个 内心丰富且聪明的人 反过来说 只要你从现实出发 去衡量和评判人的价值 不论你采取什么标准 都不可能得出 每个人都平等的 有价值的结论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 人的价值从根本上说 只能来自超验的理念世界 来自人超越现实的可能性 而非现实性 正因为它立足于抽象的超验世界 所以它不会被现实中的矛盾 和冲突搏倒 反而被视为是高于现实 并且评价现实的一把尺子 这就好比说 现实中的原型 从来都是不完美的 有缺陷的 而理想的 完美的原型 在经验世界中是找不到的 但人们还是会不自觉地 以理念中的原 去评价和衡量现实中的原 是否足够原 并且不断追求和接近 那个完美的原 人们不会因为现实中 画不出完美的原 就完全否定它的存在 不去想它 认为它没有意义 认为它只是仅仅存在于 观念里的产物 相反 人反而会把理念中的原 视为比现实中的原 要更加圆 更加真实的东西 正是出于这种相信 人才能不断地通过实践行动 来改善和进步 而这种实践行动反过来 又更加印证了 理念才是更高的现实 现代社会的许多概念 诸如人格平等 自由 人权等等 都是在超验的意义上 才能获得理解的 很多人都会说 这些概念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完全做到 所以它们是虚假无力的 是人主观想象出来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正是由于人们相信 这些原则是高于现实的 所以现实世界 才能一点点朝着 这个方向改进 最后显现出了 它的目的性 这就是一个 从潜能到实现的过程 人的价值也是如此 人的本性中 蕴含着许多美好的东西 比如自由选择的能力 追求幸福的能力 自我实现的倾向 爱的能力 发现美的能力等等 人有这样的潜能 但为什么现实中 看到的不是这样呢 很多人感到 自己的本性就是坏的 懒惰的 不好的 没有价值的 它可以列出 无数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就类似于 基督教哲学里 对上帝的讨论 经验哲学里的 一个很经典的问题是 既然上帝是 全善和全能的 为什么上帝创造的 世界有这么多丑恶 有人提出了 善恶二元论的观念 就是说 善不可能生出恶来 因此 恶的东西 只能来自于恶 那么 如同有一个最高的 善作为一切善的原因 和根源一样 恶的事物 应该也有一个最高恶 于是 世界就存在 善恶两个根源 两个实体 来自波斯的 摩尼教 就是这种二元论的体现 而哲学家托马斯 阿奎纳则认为 恶与善 并不是对等的 两个实存 恶的存在 并非因为有一种 独立于善的恶的实体 而只是善的匮乏 例如 暴力和不公正的现象 是因为缺乏爱与正义 而不是因为一种 不可避免的邪恶 这里说一下 以后我们还会经常讨论到 这种思维的深刻之处 人的精神世界也是这样 人的一些负面的现象 只是现象 而非实体和本质性的东西 比如 痛苦是因为缺乏幸福和满足 而不是 源于不可避免的本性 人性的善在现实中会被扭曲 但这并不改变善的本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打个比方 很多人认为 人的犯罪 源于人的攻击性 于是很自然就会想到 攻击性就是恶 那么 只要把这个人的攻击性给消灭了 或者改造了 人就变得善良了 但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下 人的这种攻击性 也完全可以导致善的结果 比如 很多人不断在自己的事业上 做出成就 取得突破 这其实就来源于一种攻击性 再比如说 很多人都会看到一些 傲慢自负的人伤害别人 于是就认为 自恋本身是不好的 一切败坏的根源在于太自恋 但实际上 自恋是一个人健康成长 必不可缺的东西 是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而不是需要被超越 或者清除的东西 那些恶性的自恋 与其说是自恋本身不好 不如说是自恋在发展中 被打断和破坏的结果 关于自恋这个话题 以后也可以深入聊一聊 总之 自恋 攻击性这些东西 它虽然在现实中 可能导致恶的后果 却并不能说它本质上就是邪恶的 当然 探究恶的原因 当然是没错的 也是很深刻的 然而很多人 对于恶的挖掘和追溯 要远远超过 他们对善的兴趣 这会使人越来越感到 才是更加真实和现实的东西 进而加剧了自己的悲观 痛苦和虚无 而当我们从 恶是善的匮乏这个角度 去看待现象时 就能够对他人和自己的处境 保持一种宽容和理解 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本性是美好的 只是在后天被遮蔽了 或者说缺少来自环境的支持 但这无损于本性中的潜能 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 这些潜能就能够实现出来 表达出来 而这个环境 需要人主动地去争取 人正是通过对恶的克服 才体现出自己的潜能 虽然这是一个很不容易 而且也很漫长的过程 关于这个话题 还有很多可说的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 请联系我的邮箱 如果你无法付费 或无法加入会员 也请联系我 我会提供其他方式 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 我会把这期视频 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 同时也推荐大家 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感谢大家